各位现在看到的是著名学者胡适生前最后的影像 在拍下这段影像后不久 他突然昏迷倒地 40分钟后便永远离开了人世 1962年2月24日下午 胡适主持召开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 选举新一届院士 当天应邀出席的嘉宾有100多人 包括吴大游、刘大中和吴建雄等国际知名科学家 胡适对这次会议很看重 也很兴奋 因为这是12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 其中不少人还是他的徒子徒孙 然而谁也没想到 散场前一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却直接导致了他的猝死 当天下午5点 胡适在酒会上宴请各位科学家 众人免不了要上台发言 但考古学家李济的发言 却与胡适针锋相对 表示对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 同时提到胡适之前的演讲 遭到众人批评与攻击 李济的话让胡适的情绪有些低沉 他在随后的发言中说道 我挨了40年的骂 从来不生气 并且欢迎之至 因为这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他的心情却十分激动 就在酒会将要结束的时候 他忽然面色苍白 身子晃了一晃 仰面倒了下去 后脑先碰到桌炎 又重重摔到了地面 旁边的人伸手享福 已经来不及了 参加酒会的台大医学院院长魏火药 立即对他进行抢救 可惜回天乏术 当晚7点10分 胡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代博学硕如刻然尝试 胡适先生的突然离世 最悲伤的莫过于他的夫人江东秀 两人的婚姻虽说是父母包办 但这看似不般配的婚姻 却有着外人看不懂的深情 所以将东秀听闻丈夫的死讯 简直痛不欲生 即使医生给他打了两针镇静剂 也未能抑制他那悲痛的情绪 长子胡祖望也是难掩伤心 在父亲的遗体前掩面而泣 2月25日 胡适先生以灵台北极乐殡仪馆 设灵工人调宴 在灵堂大厅的中央 悬挂着胡适69岁生日的巨幅照片 一向上方 是蒋介石亲笔手书的 智德兼龙晚额一方 两旁挂着沉诚的晚联 上联市 开风气而为之师 由博舍融合心知 由实验探求真理 下联市 翠心力已知于学 其解开永传还语 其行义足是人群 胡适静静地躺在 不满鲜花的灵台上 工人瞻仰 蒋介石虽然也亲自到场评调 但他与胡适的关系 可谓是貌合神离 在公开场合 他对胡维持高规格礼遇 但是在日记中 却多次怒骂 他是最无人格的文化买办 靠着自由民主的假名 顾名调语 实乃危害国家 危害民族文化之毛贼 他希望利用胡适 在美国思想文化界的名气 进而影响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 但又对他这个 有美国背景的知识分子领袖 有所忌惮 总的来说 蒋介石对胡适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才会在他去世的第二天 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出了障碍也 3月2日上午举行公祭仪式 台湾社会各界70多个团体登记参加 现晚账晚连1000余赋 现场成了一片速捷的海洋 质舱委员会召集人陈诚 率领全体委员到场之际 蒋介石为出席公祭仪式 由蒋经国代为出席 并未问家属 在下午的佳祭仪式上 江东秀的悲伤达到了顶峰 以至于要数人搀扶才能勉强站立 儿子胡祖望也是气不成声 佳祭仪式结束后就是大炼 胡适的棺果被覆盖上北大孝旗 随后移陵南港 移陵当日 社会各界30万人自发前来为其送行 整条路上人山人海 车马难行 无论男女老幼大家都站在道路两旁 肃立默哀 给他们这位老邻居送上最高的敬意 其规模之大 盛况之龙 自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 他是唯一一个能享受如此哀容的人 由于去世的过于突然 目的还未开始修建 所以他的灵鹫只能暂错于中研院会议史 在某种意义上说 胡适的一生是从骂声中走过来的 他的学术生涯乃至政治生涯 都与争议的话题分不开 他虽不是轻易能被骂倒的人 但他的死却实实在在跟这些刺激言论有关 在去世前一年 胡适的身体已经大步如前 连续发作了三次心脏病 始终未能完全康复 或许是对死亡早有预感 胡适不止一次地跟有人提起 说人反正终有意思的 只希望自己能死得快一点 不要受折磨 像傅思年那样一倒下就完了 最痛快 没想到一语成衬 他果真和傅思年一样 因为心脏病突发死掉了 所以在旁人看来 胡适猝死的结局 未免留下许多遗憾 但对胡适本人来说 这或许才是他最想要的结局吧